1922年,考古学家卡特打开了埃及国王古荒漠中著名的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和助手玉琪潜了进去 在进入内室之前,卡特发现了一块泥塑板上的古埃及象形蚊子 蚊子的内容让人毛骨悚然 死神将展开巨大的翅膀扼杀敢于扰乱法老安息的任何人 这便是著名的法老的诅咒了 你多半听过这个故事,也多半知道这个故事当中的几个主角 本次考古的资助者,卡特的几个助手 他请来的考古学家都纷纷在打开灵墓的几年之后 离奇去世,似乎诅咒真的存在 不过,正像我说的一样,它就是个故事 虽然精彩,也只是个故事 真正的埃及真正的法老的世界 其实远比故事来得要精彩得多 所以完整的讲述他们才需要用这么厚这么重的一本书了 埃及法老的世界 由一批严谨的德国学者编写 将埃及古老的智慧,神秘的经历,陈锋的宝藏 还有许许多多令人着迷的符号与仪式一一呈现 用大量的插图,详实的文字 将任何一个虚拟的故事都要甩出N条街 是的,这本书确实很厚 是个难啃的大步头 但是也恰恰是这种大步头才能够让你深入其中 享受一段只属于自己和历史之间的浪漫旅程 在这个充满压力急躁又肤浅的社会 怎么才能让自己摊出头来喘一口气呢?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件事情里面 它可以是做一个复杂的手工 研究一个烧脑的问题 逛一个看不懂的展览 或者读一本像这样的书 推荐给你,你会发现一场全新的冒险已经开启了 我们下期再见